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陆毅依旧会以制造业为主要的经营项目 一年多的管理 让陆毅深刻认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 而他的理念也发生了改变 虽然他从未说过 但是他越来越认可父亲的理念 那就是工业强泽国强 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产品质量提升和品牌打造之中 想要让中国制造的电气产品 早日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正如杨成万所言 陆毅的野心很大 他不仅仅想要抢占国内市场 他更想要让中国制造的电气产品赢得国际市场的认可 如今 国内电气产品在国外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 仅仅是在价格上取胜 而产品质量一直遭到质疑 产品质量提升不上去 品牌知名度不高 产品也只能在价格上赢得部分市场 然而靠价格因素取得市场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今夏看望林玲 陆毅不在家中 今夏再一次来到严家看望林玲 今日只有林玲自己在家 严世帆带着小姨去恒电追星去了 原来小姨最近喜欢上了一个明星 正巧严世帆投资影视 便带着小姨去了 今夏看着林玲胖了一些 肚子稍微隆起 不过相比较于其他六个月的孕妇 林玲还算苗条 小姨最近怎么样 宝宝有闹你吗 今夏笑呵呵地问道 还好 她一直不闹人 林玲和今夏坐在餐桌上 一边吃着甜点 一边聊天 没想到小姨夫这样宠爱小姨 竟然带着她去恒电追星去了 今夏笑呵呵地感慨道 她怕小姨闹我 正好要去那边出差 便带着小姨了 林玲幸福地道 小姨 看着你幸福 我觉得好开心 今夏握住了林玲的手 真诚地道 傻孩子 说得好像我之前不幸福似的 林玲调侃道 不是呀 我只是觉得有人和你一起承担家庭的重担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今夏笑呵呵地道 你呀 小鬼机灵 路易呢 又出差了 林玲问道 是啊 她总是出差 今夏略有些失落地道 怎么 你无法接受她经常出差吗 林玲担忧地问道 也不是 只是她不在家 我会想她 今夏如实地回复道 林玲温柔地摸了摸今夏的头 你要习惯才好 小姨 小姨夫不在家 你会想她吗 今夏疑惑地看着林玲 想知道她的答案 林玲想了想 看了看空荡荡的家 真实地回复道 偶尔想 偶尔不想 偶尔想 偶尔不想 今夏疑惑地问道 嗯 有的时候 无事可做的时候 便会想她 不过 当我忙起来 一般都不会想 反而觉得 她不在家 我更自在些 林玲笑了笑 如实地回复道 小姨 小姨夫投资影视圈 你不担心吗 今夏问道 不担心 能被别人抢走的 便不是自己的 人生短短数十年 何必在意那些事情呢 林玲笑着道 她是医生 她早就见怪了生死 在她面前 除了生死 便没有大事 小姨 你真棒 你就是我的偶像 今夏将自己的头 贴在林玲的胳膊上 撒娇地道 今夏的奶茶 今夏从林玲那里 回到家中 便开始继续学习了 小姨说得对 让自己忙碌起来 便不想念路易了 她以前从来不知道 思念是何滋味 可是自从她认识路易以来 便深深体会到了相似的滋味 果真是甚是难熬 今夏有时就在想 若是她出国了 好久都见不到路易一次 是不是会很想念她呢 正当她开始想念路易的时候 突然间敲门声响了起来 会是谁呢 谁能来找她呢 原来是快递 送给她一杯奶茶 今夏立刻否认道 您送错了吧 这不是我的快递 我没有点奶茶 快递人员再一次确认一下地址 道 没有呀 是这个地址 是一位姓路的先生点的奶茶 今夏一听姓路 便立刻接过来奶茶 笑着道 那是我的 是我老公给我点的 谢谢 想你了 今夏接过来奶茶 关好门 闻了闻 尝了一口 味道还不错 她立刻给路易打了电话 路易 奶茶收到了 还未等今夏说话 路易便直接问道 收到了 你怎么想起给我点奶茶了呢 今夏疑惑地问道 秋天里面的第一杯奶茶 路易笑着道 什么 今夏还没有听到过这个说法 什么秋天里面的第一杯奶茶 今夏疑惑地问道 你去看看朋友圈 路易指点她 今夏立刻翻看了一下朋友圈 原来今天的人都在晒秋天里面的第一杯奶茶 路易也是无聊 随便翻看下朋友圈 想知道今夏在做什么 无意中发现 原来今天都在给恋人买奶茶 她出差在外 担心今夏会觉得失落 便给今夏点了外卖 然而 她想多了 今夏还根本不知道秋天第一杯奶茶这个梗呢 没想到你还挺浪漫的 今夏查看完朋友圈后 笑着表扬道 我一向如此 路易自信地道 哎哟 孩子恋上了呢 今夏笑呵呵地调侃道 干什么呢 路易问道 想你呢 今夏脱口而出 今夏一句想你呢 弄得路易突然间有些感伤 因为她也想某人了 等我回去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去接你 今夏问道 还有两天 这边事情解决完之后 我就回来 好嘞 我等你 挂掉电话后 今夏痴痴地喝着奶茶 不知道为何 她觉得这杯奶茶特别地好喝 特别地甜 谁说路易不懂得浪漫的 起码在今夏眼中 此时此刻的路易 浪漫极了 这比一束鲜花 一件昂贵的礼物更为重要 路易的在意 路易的小心意 今夏全部都放在了心上 又是一个等待路易回家的夜晚 今夏带着甜甜的美梦入睡